在現場第一次參加被子星期四的刑局獸 很好 那我剛才已經問過了 就是參加過這一系列的六四相關活動的人事上 也並不那麼的多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是說我們藉由可能有人對死刑有興趣 那我們就讓你在死刑興趣之外 多了解一點中國人權 那有些人對中國人權有興趣 那我們就趁這個機會讓大家置入性行銷一下 死刑的議題 我覺得是很棒的 然後有那麼多人願意踏出同溫層 或是踏出舒適的地方來到這裡 我非常感謝大家 那今天首先我就會邀請嘉珍做可能10到15分鐘的報告 那嘉珍是Face聯盟的副執行長 然後他現在也是AI的監視 然後也是跆拳會的職位 所以他有很多相關的人權經驗 所以我們就一對這掌聲歡迎嘉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嘉珍 我想說今天這一場主要其實是要談中國的人權議題 然後其實現場我不能說是那個專家 但是我相信很多在聽眾席裡頭 可能有一些人更是專家 更有獨到的見解 那我今天坐在這邊我想可能也是剛好 因為我是那個國際特色組織台灣分會的監視 然後這幾年其實 AI每年都會出版這個全世界的人權報告 也會有全世界的死刑報告 所以我今天會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不會講太多報告的東西 因為會有點太枯燥 那我想要先 我們在談中國的議題的時候 我想要先講一個 我最近發生 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有朋友輾轉 就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真的很輾轉的來問我 他說他是一個學生 一個大學生 那他六月的時候會跟學校去中國做一個交流 那他就來問我說 就很輾轉 我真的不認識他 只是在臉書上他就直接來問我 說他們到中國去做這個交流 會不會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然後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那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他會先這麼想 因為其實台灣很多學術單位 很多學生都去做交流 他就說因為這個輾轉的這個朋友 他在網路上非常活躍 然後很支持台獨 然後參與很多的社會議題 我沒有親自認識他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演書 的確他就是PO了很多 就是參與社會議題的這些訊息 那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會有危險 因為沒有人可以預期的到中國政府 他到底會做什麼 那我後來就很直接的問他 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說 我只能試著幫你判斷一下 然後我也跟心理討論 我說首先你如果不是那麼的有名 也許你會安全一點 然後如果你們去交流的活動 主要都是校園的活動 學術的活動 可能也還好 那你在那邊 如果你沒有試圖要去 就是很大張旗鼓的宣揚台獨 或者是去批評中國政府 可能也還好 然後那個學生很可愛 他就說他想了兩個 萬一發生什麼事 他要逃的那個方式 他說例如他就跑到 究竟的美國的恒大使館辦事處 或者是電話有辦法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得知我們在台灣的學生 要去中國做交流 這麼的害怕跟擔心 那我覺得這個狀況是我過去比較沒有遇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顯示 中國這幾年的確 就是這個黑洞 他真的一直在把人吸進去 然後 所以中國在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 他就是宣稱說他要法治 要強調法治 然後要這個打擊貪腐等等的 那這個聽起來都很好 一般的人民也會覺得說 對啊 法治很好 然後打擊貪腐很好 但是這個法治是為了誰的法治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的發展下來 他其實是為了執政者比較好控制的法治 他其實是用這個很方便 你可以用違反國家安全的這個考慮 然後用什麼顛覆國家政權 我不太記得那個正確的那個罪名叫做什麼 顛覆國家政權 然後什麼 尋規知識罪 好有學問的罪名 好 然後用這個大帽子 就是任何人像我們這樣子的參與社運的人 像你們這些來聽的 在中國的這個國家安全的大帽子底下 你們都是潛在的犯罪者 那警察也可以不經這個合法的程序 先把你抓起來 先關押 那關押起來到底對你做些什麼事情 那就是因人而異啦 有的人也會說他就是被刑囚 或者是就是被獨自 就是單獨的監禁好久這樣 那我們也從新聞上也會看到說 有一些人他就是被消失就莫名其妙不見了 然後家人很擔心找不到人 然後可能過了這個好幾天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才又出現 那這樣子的狀況的確在中國是正在發生的 而且越來越嚴重 那我想台灣很久沒有這樣子的經驗了啦 過去台灣有戒嚴嘛 戒嚴的時候 白色恐怖的時候 大概也是像這樣子 那所以要怎麼說勒 我覺得這個中國的 給這個台灣有一種新的感受 那此外呢 我們也看到說這麼最近的這幾年來 各種的自由的限制 最明顯的就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宗教自由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今天聽到剛剛現場有幾位 是做這個資訊工程相關的 我相信你們可能會更有感受 就是說其實在很多的網路論壇 我們也發現很多中國的網軍 他就會就是 哇 我覺得中國地大物博 人也很多 所以網軍的那個 好像小螞蟻一樣 非常的厲害 然後我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先生他很喜歡 現在比較不會 他過去很喜歡就是在網路上 跟中國網軍站 對 然後又站到三更半夜 然後我就覺得你根本是白費力氣 在那邊跟他們站 那對於台灣人來說 我們也會很清楚知道 因為台灣人其實跟中國交流非常的多 經商或者是面書等等 或者是過去觀光旅遊 那我們也知道說 你到中國境內 你要出來上Google上臉書 都要翻牆 對不對 那這個是就是非常時機的一個經驗 然後另外是中國 因為這樣子媒體的限制 媒體還有網路的限制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今年是剛好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三十週年 我覺得非常令人震驚的是 其實很多中國的年輕人是 就是不知道曾經發生過天安門事件 那你跟他講說他肯定不相信 那我講到這個我就想要舉一個例子 我們每一年的3月10號 就是西藏抗暴紀念日之前 我們在台北 我們會做大概一個月左右 不只一個月 兩個月左右的 我們每個禮拜三早上 會在台北市區騎腳踏車 然後宣傳310的西藏抗暴的這個紀念日 然後310的前後 或者是當天會有一個遊行在台北 那我記得我們就會騎到這個中正紀念堂 然後會騎到最後101 因為那邊是中國觀光客最多的地方 那有一次 這是我親身經歷 我就騎過快要到101 然後再停紅綠燈的時候 那我們就插著那個西藏的國旗嘛 那旁邊就有一群這個中國的觀光客 跟他們的導遊 那台灣的導遊 是不是叫導遊嗎 還是地培號 不管 反正就是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帶著觀光團的人 他就好奇問說 欸你們是在幹什麼啊 然後那個這個是什麼旗子啊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是西藏的國旗 那一講說他們就彈開 你知道嗎 本來是很好奇的 靠過來的人說 你們在做什麼活動這樣 然後一講說這是西藏的國旗 他們就彈開 然後旁邊就會有那個大嬸大媽就會說 哎呀 我們西藏狀況好得很欸 什麼 給他們教育啊 什麼現代化 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 所以 我覺得這就顯示出 其實很多在 在當然中國的圖源非常的廣大 你沒有辦法期待一個在 就是一個某個地方的人 他很清楚知道另外一個地方發生什麼 另外一個縣市 另外一個這個省份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至少出來到台灣觀光旅遊的這些人 我相信他們大部分也都不會是在 在這個很內陸的這個都市裡面的 那他們對於這些議題是不清楚的 甚至是直接否認的 那中國對於這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 潛制還有媒體的這個潛制 現在已經看到對於香港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不用說前幾年的這個雨傘革命 或者說香港一直以來在爭取這個圖選的這個權利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對 最近的新聞 那個林隆基先生跑到台灣來 然後也是這幾天的新聞 德國也要庇護 用政治庇護的理由 庇護兩位曾經參與這個街頭運動的年輕人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訊息 我不曉得對於一般台灣人來說 到底那個警鈴到底有多大聲 但是對於我們人權工作者來說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警鈴 因為連香港都需要被政治庇護 像連香港人都需要被政治庇護了 那這個人權的底線他到底可以退到哪裡 那另外宗教的部分 我覺得等一下可能同學會多談一點 維吾爾跟西藏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到很多的國際媒體的報導 或者說他們有記者到西藏 或者是到這個新疆地區去做採訪 偷偷的做攝影或採訪 所傳出來的這些訊息 我這幾年看到網路上有報導 這個維吾爾的這些 例如說在教育營啊 然後什麼一些很 我很難想像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像科幻電影裡面會發生的 或者是很像二次大戰的時候 會發生在納粹統治的底下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個他太太 不曉得怎麼形容這個事情 他太不像真的了 到現在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在發生 而且非常的明目張膽的 持續的持續的很嚴重的在發生 然後此外宗教的部分當然也是 就是過去只有中國政府允許的 同意的宗教或者是教會 才可以在中國活動 那我們自己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教會 他們也會到中國去做傳教 可是他們都會非常的低調 非常非常的低調 我不曉得現場有沒有這樣子經驗的 教會的朋友 那我自己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就已經知道 有一些教會是這樣子 他會告訴他們在台灣的教友 我們什麼時候要去中國做交流 但是這件事情非常的低調 不能講到 分兩派 維吾爾其實說難聽一點 那就是跟魔鬼做交易 說難聽一點就是做交易 就是說他合法在那邊傳教 然後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他就已經跟所謂的家庭教會 所謂的地下教會是很大兩標的價值觀 他就跟一個主政的一個 或者勢力去合作 然後為了好像一個 我可以在內地宣教的一個權利 沒錯沒錯 對 好 那另外呢 當然隨著就是宗教的迫害 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是法輪功的 法輪功學員的報告 那這個在這邊我也先不多說 然後再來談到我們的本業 就是死刑的部分 我先講整個比較大的一個發展 就是2018年根據國際特色組織的這個死刑的報告 2018年的確全球的廢除死刑的趨勢是有更加的往前推進 例如說有一些國家就是明白的廢除了刑法上的死刑 或者是宣布停止死刑執行 或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力公約的第二任責易訂書 你只要簽了這個第二任責易訂書 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廢死 朝向廢死前進 那我們鄰近的國家馬來西亞 大家也看到他們去年的大選之後 他們的政府也宣布說要廢除死刑 但是現在聽說就是先廢可能先廢唯一死刑 那因為馬來西亞其實目前70%左右的死刑犯 都是因為毒品案件被判死刑的 所以那他們過去都是毒品犯罪就是唯一死刑 所以如果說他廢掉唯一死刑 其實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然後美國華盛頓中其實死刑也是被宣告違憲 所以有這些的記載 然後此外就是除了個別國家的進度之外 在聯合國大會 就是每年的這個聯合國大會 他們就會做對於停止死刑執行這樣子的議題 做一個決議 就是全球的會員國 他們要投票要不要支持這個決議 如果要支持這個決議那你這個國家就是要往那邊前進 那今年不是今年 去年聯合國第七次針對停止死刑執行這件事情 獲得了最多有史以來最多的國家支持 那全部有193個聯合國的會員國 其中有121個國家是支持這樣子的決議 然後全球的死刑執行人數根據這個AI的統計 2015年是一個高峰 2015年全世界有超過1600人被執行死刑 然後這是不包括中國的 因為中國每年的執行人數 據推估都是在上千人 上千人 那全世界加起來1600人 可是中國還超過這個 那之後2015年之後就銳減 就是全球的執行人數是銳減的 那到去年 去年全世界有253個人被執行 然後這253個人裡頭 台灣也貢獻了一個 就台灣如果大家還記得去年8月31號 台灣執行的李宏基 那談一下中國的死刑的發展 我可以說過去大概10幾年20年沒有太大的發展 因為每年大概都是維持上千人的執行 然後實行的判決跟執行都是國家機密 所以那你說那這些人權團體 你怎麼知道中國就是執行 每年執行上千人 有一個方式是從這些辯護律師 然後法院的工作人員 包括檢察官 法官等等的這樣子 然後去推估每一個法院 每年有多少個實行執行 好 大家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推估出來的就是保守估計是上千人 那最後就是我想要講一個是說 其實這幾年我們都可以看到 全世界的民族跟人權都一直在倒退 其實也不是從川普當選之後才開始 就是這個右派保守勢力一直起來 然後加上那個習近平他現在也就是 大家戲稱說是習皇帝 反正他不下台 他就是一直是主席 然後台灣現在也岌岌可危 美國 台東灣 然後巴西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巴西也是在去年總統大選選出了一個 大家就說他是巴西川普 這樣大家都知道有意思嗎 就是反人權 反民主 然後反女權 然後反環境權等等的 那我想要在這邊提一個 就是也許等一下大家可以互相做一點討論 或是說到底這樣子的民主倒退跟人權倒退 他有沒有一個鐘擺的效應 就是說到底我們現在是不是在谷底 還是我們還會繼續再往下掉 那以台灣來說我們在2014年 318是2014年 318之後的確有一些台灣人是有點醒過來的 發現說原來社運工作 這些社運上街頭的人不是閒著沒事做 而是真的因為有事情所以不得不上街頭 然後川普當選之後 美國也是有一波的這個民權的運動 或者是女權的運動出來的 那到底這個是不是一個 就是說民主倒退的時間 是不是一個讓民間 讓這個人權運動再次起來的一個契機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自己很好奇的一個議題 那另外是說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叫做中國的人權黑洞 其實也就是要談說 有的人會說那中國就是反正大家就去賺大錢 跟他在就是來往就賺大錢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我們在生活中不可能 不可能有經濟一百分 然後什麼政治零分這種事情 因為他的的確確就是在影響我們的每一天 包括雖然中國在中國境內 在香港他管制他的網路 管制他的言論自由跟出版自由 但是你說這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沒有影響到台灣嗎 有嗎 非常的明顯 我們覺得很明顯 但是很多人覺得不明顯 或者甚至沒有 那我覺得台灣站在這邊 他是受中國影響最直接的一個國家 那當然中國也會透過他的這些經濟勢力 去影響他周邊的國家 我們也看到很多這個東南亞、南亞的國家 因為中國的一路一帶的這個計畫 等於說 例如說水壩啦港口已經是 你知道嗎已經賣給中國了 就是你錢已經花下去了 你也還不了了 所以你就只能被鉗制在那邊 那我覺得這是實實在在在發生的 那有的人會說 那我們就是關我們什麼事啊 我們就好好的控你的生活就好了 但是問題是不可能 因為這個是會連帶影響的 此外是作為台灣 已經我們從政治戒嚴 然後這一路的這個民主人權運動走到今天 我們至少目前還享有一個自由的空氣 那我們看到旁邊有人在被欺負在受害 不管他是中國的 不管他是越南的馬來西亞的 我們都應該要有這一個最最最最基本的一個 說是人道嗎 或者說他是一個正義感嗎 也好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作為人 應該要就有人在路上被車撞了 你應該要去扶他一下之類的這種 或幫他打個電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底線 那此外呢 我認為這個有點類似性別教育這件事情 就是我認為要把一個大環境 要把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 建設成一個是尊重人權的環境 可以大家都享有自由的 那有一個這樣的大環境 大家才會安居樂業在這邊 不是我只要自己好就好 那我為什麼說這跟性別教育很類似 就是我不是同志 我小孩也不是同志 但是我為什麼要爭取同志的權利 因為我要爭取一個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更友善的性別環境 那這樣子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 對大家都會好的都是安全的 所以我的引言先到這邊 然後我很期待說等一下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謝謝 謝謝佳蓁 謝謝他 事實上在2009年之前 國際特色組織的實習報告 大概列出中國每年的實行執行人數 大概都是1000上下左右 但他們在2009年決定說 不要列這個數字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1000左右的數字 市場是遠遠低估的 那有一些人他的評估可能至少有六七千人 甚至有人會輸到上萬 但是當然我們不知道 因為對中國來講他就是一個秘密 那我昨天也聽到一位維吾爾朋友講 就是說他很擔心說那這可能上千人 甚至到上萬人的死刑執行人數裡面 如果以族群來分的話 那維吾爾人會占到多少 這是他不知道 但是他很擔憂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最近很多新聞 所以這只是在提供大家一個訊息 但是全世界事實上去年的實行執行人數 是下降百分之三十 所以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那當我照這樣講 很多人覺得讚說那是國際趨勢 不要拿國際趨勢來談台灣 但是我們可以另外再好好的談台灣 好 那加速剛才也講 我們開始之前加速講說 哎呀我不用15分鐘啦 我可能10分鐘就好了 但是他可能花超過快兩倍的時間 所以我要嚴格的限制宏宣 你只有15分鐘 所以我要把時間留給很不要 那我們就歡迎宏宣李宏宣 歡迎他 大家好我是宏宣 然後其實剛剛就是我在聽加深掌的時候 我就有點想到一些事情 我覺得可以先回應一下 就是其實我那時候跟欣妮討論到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覺得雖然說 就是武教中國人權黑洞 我們都聽起來非常絕望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 他除了說是很黑很高 我覺得他很傳神的去傳達那個 就是 就是中國的那個人權的侵害 還有對 就是對個人獨立性 還有人權的不尊重 其實是會把我們周邊的 他是有種重力場 會把我們都拉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有機械上的意義 是我們要如何去逃離這個 就其實很變態很不正常的重力場 這樣子 然後在開始之前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看到那個 就是網路上我們那個 Facebook活動的話 我的工作是在國際系統網絡 擔任在東亞地區的協調人 就是幫助在東亞台灣日本的這個 就是跟圖模相關工作的團體的倡議活動 但是其實我自己同時 我也有很多不同其他人權工作的經歷 包括我現在有做一些跟中國人權有關的事情 然後我以前有特定做過對中國的人權律師有關的倡議 那其實這些東西聽起來很多複雜 但其實在廣義的中國人權的議題上 他是很緊密的上不關聯的 像就我自己的例子來講 我現在在做的就是對藏人的政治方的倡議 其實很多時候我也會需要去跟他在中國的 辯護律師是溝通的 但雖然說這辯護律師他在這時候 通過家是一個救援者的工作 但他其實在每年就是 大家可能待會有很多人是可能可以講 那中國律師每年都要面對一個年度的檢查 就是你沒過的話你就會被吊銷律師證 那這兩位就是他這個兩位辯護律師 他們其實在每年的年檢當中 也都是在超自己維持的名單當中 就是他們常常也都面臨說 他們可能很快就要被吊銷律師證 像他這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其實 然後所以其實這些 鋪到中國的輪泉 突破烏尔輪泉 或是還有南蒙古 他們真的汗化太嚴重了 其實常常沒有注意到他們 然後律師的職業成立 各地的維權運動 還有中國的NGO工作者 其實這些東西常常是很緊密的連結 而且互相影響的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審視了 其實在中國這樣子一個 很對著他們一般人存在敵意的國家面前 其實我們的任何行動都可能會 就是挑起他們的危機感 然後讓他們覺得說 我們對他們構成一些危險 他們必須要做我們進行一些行動 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部分 主要是兩份 算是兩份或三份報告 就主要是來自於一個是 Freedom House 其實是自由自家 他們每年會對上一年的 他們會有Freedom in the World的報告 他們會對上一年的 全世界的每個地方 做出人權的報告和評比 然後會有非常明確的分數這樣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邊 其實他們是 他們好很多年來都是把 突破這個地方跟中國分開 對 然後其實我也覺得說 他們應該要認真考慮把 就是東吐 就是維吾爾地區 再跟中國的其他地方分開 因為他其實狀況 這幾年我們看到 是有一個更激動的趨勢 不過他目前都還是放在一起 但是你中間可以看到 新疆這個字會在他當中 特別遭到分數特別特別低的地方出現 對 然後另外一份會是 我會稍微再提一下 就比較小 但是會提一下就是 人權觀察 去Ride Watch的報告 對 然後 就是先開始這樣 就是大家可能 你們如果之後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 就是他們的報告 他們其實會有一個 每個國家或地區 你像 土國現在畢竟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們都會有一個100分的分數 然後他會 怎麼講 分數越高的 自由成績都越高 分數越低的越糟糕 那中國現在是 100分當中 他們獲得11分 他們在更前一年是14分 他們其實一直在退庫當中 然後這退庫的這幾分 他其實很大程度也都要揮功於 他們在 就是對維吾爾的種種打壓這樣子 然後當然他在這個當中 就是 他這當中最重要的轉變之一就是 對 在他們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對 維吾爾人的打壓 而且其實在這一年來 大家可能 就是我們 像我們在我們的社群媒體上面 可能會看到很多 就是 有人 他們從這個集中營當中逃出來 然後有做 有這個testament 有作證 講他們自己的經驗 或是被迫害的補片 但大家如果特別注意一下 他們其實不一定是維吾爾人 現在這個破壞的狀況 其實已經 從維吾爾人 擴集到所有的穆斯林 甚至可能是哈薩克人 就大家知道哈薩克在旁邊是我們家 但是在 這個自治序當中 他們是有一些哈薩克族的人口的 另外他們可能是回族人 那這些人 其實都因為他們 不只是因為族裔 更是因為他們的宗教性 而被無差別的關進 這個集中營當中 對 然後當然他被叫做集中 他 我們現在其實都已經 很 我們在一兩年前 可能不敢做的做 但我們現在其實都已經 可以很篤定的稱 他們是集中營 那當然中國他們 就是有各種 就是奇妙的名稱去教他們 以前叫什麼 在教育營啊 職業訓練所啊 然後現在 前這幾個月 之前有新的叫寄宿學校 對 那但是其實這個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規模 就是目前其實 就連美國政府 本身無算都覺得 你們可能有大概一百萬人 對 這規模 就是其實 其實都是我們用 就像剛剛家庭講到 是非常嘗試 非常難以去想像的 對 然後 中國在這個 嗯 政治 權力的 政治 他們 就是政治權力的 這個部分啊 他這邊 他其實在一百萬人 當然四十分 然後中文 然後中文副一 就是他比零分好爛 對 然後就是他其實在這當中 為什麼會特別的早起 是因為他們在就是 一般的叫什麼 嗯 比如政府的功能 然後 嗯 政治參與 或是 嗯 選舉過程 的這些一般我們用來評比一個正常國家的項目以外 這下大部分就零分 或是一分兩分一分兩分這樣 他有一個地方讓他扣得非常多分 他是一個就是補充性的問題 然後就會談說 正在這個地方的政府 或是統治者 他們是否是刻意去改變一個國家 或者區域的民族組成 以就是去摧毀一個文化 或是反轉當地的這個政治平衡 對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他們是負三分 就是去年是負兩分 那今年呢 對著負三分 那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在 就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那當然還有西藏自治區 跟內蒙古 就是對 內蒙古的自治區當中的這個 就是不管是他們大藥 去引入漢人的移民 或是他們強烈的鼓勵 或是以強迫的方式 去這個鼓勵漢族 跟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通婚 有些就是大家如果去看那些 就是他們這些證據 就做節目的影片 我怎麼會看得出來 其實常常是漢人的男性 跟就是少數民族的 女孩一起的婚 一部分是因為 就是在意大化政策之下 其實就是很多 就是為何男子在我們讀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找到結婚的對象之外 也是因為在一個 最比較複存的社會之下 其實最後他們的家庭 還有他們的小孩 就會被同化成漢人 用藉此來充斷 和消滅他們的民族認同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方面當然最嚴重的部分 就是在公民的自由這個部分 其實下降的最多也是在行使這個 這叫什麼 集會 不是集會 那個言論自由跟信仰自由 為什麼言論跟信仰都被排在一起 是因為其實我們 就是在這個人選人定當中 我們對就是你實現一個信仰 就不管是祈禱 或是你去閱讀你的這個宗教的經典 或是你去穿你特定的服飾 或戴重金之類的 它其實某種程度上 是你自己的言論的一個 它是引到隱形 但是它是某種言論上的展現 所以它是可以被放在一起的 那就是當然在就是 維吾爾人受到迫害之中 都會最嚴重的 它主要是體現在好幾個部分 就大家可能都有看過 譬如說他們會被禁止去展現 他們就是宗教當中 規定他們的這個服裝的一些規則 譬如說那你不可以有骨子 你又唱他們就會被剪掉 那女生他們可能會覺得 他們會希望可以穿比較 就是裝重比較保守的衣服 譬如他們不會穿出 不會穿出就是 他們會穿只能蓋住 一定要蓋住屁股的上衣 那這些上比較長的上衣 會被剪掉剪到腰的這樣子 然後或是說 你不能戴重金之類的當然了 尤其是上線 大家可能注意到 就是因為台灣這幾年 就是印尼移工比較多 那大家可能會注意到 現在剛好是在戒約 那他們在戒約會做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 他們不能 他們在天亮之後不能吃飯 不能喝水嘛 所以他們要一早起來 吃一天的第一餐 那就是 中國的公司他們就會去檢查說 哪一家很早開燈 就是你三四點起來吃飯 總不能抹黑吃 所以 可是他們看到開燈 他們會去騷擾他們 或去調查他們 或是逮捕他們 就是要不讓他們去做 就是摘戒這件事情 那當然更糟糕 更受人 比他們吃豬肉任性 就是這就不用多談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 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可以特別有感的 他們常常會在現在 就是這樣的時刻 就是被迫 不能行使他們自己的宗教自由 當然小孩子就得學漢語 那很多老師也都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現在非常多的 就是他們原本 教育體之內的 維吾爾語的老師 他們就會失業 甚至他們會被當成 國家威脅之後被抓 所以我剛剛講到的 進入 進入在教育 進入這個集中營 並不是被判刑的逮捕 還有另外一種人 是他們會真正覺得 他們對國家 或是對這個區域的穩定 有威脅 他們會逮捕你判刑 然後判刑之後 因為現在就是 新疆所有的看守組 跟就是關愛情 都非常的刺激 他們很多人其實是被送到 中國的其他省份區 最遠到黑龍獎 對 然後甚至我昨天聽到 就是明天的獎 對 如果想要大家對維吾爾一體 有興趣的話 這就萬一大家 明天晚上來到什麼地方 就會有就是維吾爾的獎者 那他昨天也跟我說 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們在這個自治區當中 他們原本有一個叫民族語言委員會 他就是制定 就是這個區域當中 他們會如何使用維吾爾語 然後就不管是在官方 在公部門或是在教育的場域當中 就要求維吾爾語 但是這個部門的人 全部都被抓了 然後判刑了 所以現在 就是去年就全部都被判刑都 都不見了 所以就是今年 這個政府變自重消失 所以他們也 不要去反省任何跟 就是語言交流關的事情 這樣 不過這樣有點雜 不過這個大概就是 目前的狀況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就是 也是我覺得很殘酷的是 疑惑解釋自由 當然沒有 那除了沒有之外 他們在鎮壓上面 也都有非常多的紀錄 顯示說這個 他們會被開火這樣子 就是政府是會開廠他們的 對 然後還有像法治啊 就是其實剛剛 家庭講到法治的時候 就傳來唱歌 其實法治在英文當中 我們中文其實很混淆 英文都有兩概念 一個是Row-Bow 一個是Row-Bow 那其實中國 他們所謂法治 其實是Row-Bow 他們就是用很多法律 為定去合理化 他們自己做的事情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並不一定是正當的 他只是有這個法律條文 這樣 那就是在 就是2008點 就是中文政府 他們在這個 那時候是18大 就是一二 18大 18大都會談到法治 然後他們後來就很快樂的 開始使用法治這個名詞 來就是捲獲他們的人民這樣子 好 其實不過我馬上來挑西藏的部分 不過那關於 就是土國的部分 其實他們就是分開了另外一個報告 然後我剛剛講到那個100分 就是土國是1分 就是 所以我就不知道 如果就是維吾爾人的事情被分開的話 到底有點疾風 對 然後當然這幾 這他們當中就是也是比較重點的就是 我覺得可以講一個點是說 就是大家知道 嗯 他們在其實在就是西藏自治區還有周邊的西藏自治中文縣他們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的這個監控措施然後就包括很多的攝像頭跟很多的檢查少對那在就是這邊我們甚至可以試說他們是一個中共對高科技監控措施的試免的位置那後來我們在2016 然後獲得證明有在另外一件事上獲得證明就是當時西藏自治區的這個區的黨委書記叫成全國他是看的然後他後來就被調到新疆了然後就在新疆繼續甚至是擴大了使用他們原本在西藏實驗的那樣好的這個監控措施這樣然後他後來也進了政治局就是在他們當中一個更高就是中央當中央更高的政治機構那然後當然就是這個就是不管是 就是對宗教的打壓譬如說拆遷四秒像大家這兩年都很知道這個無尼鳳學院的事情他其實是持續進行的對然後他們也是對就持續的對每個宗教就每個飼料就是去設立他們的這個叫什麼目標的認數這樣不是你這個地方整這麼多人然後當然就是他們在就是這個政治純粒上也還是一個副的他們是四十分當中的副二然後就是 當然也是跟就是這個我剛說的在就是維吾爾山的狀況一樣也是在我剛說的同一個問題上面就是他們是不是就是是刻意的去使用這個政策來改變一個國家區的民族組成來摧毀一個文化或是扮轉當地的政治現況就是同樣在這一本他們也是副二他們是副三副二然後當然就是在公民和政治就是其他公民和政治純粒上也是非常的 糟糕然後我想就是像一點美食人講人生關係它比較短然後大家可能也可以去看他有提到幾個很重要的點就包括就是中國政府其實也在這些就是地區實踐一些叫所謂的大的政策就是他們會對當地人的犯罪行為去就是把它就是以前是他們會覺得說你少數民族然後你會對你有點寬限或因為你的文化不同對你有點寬限但是現在這些東西都會被甚至是 就是轉而被視為是一個你是對我們的就是國家的這個國家的那種意見啊或是你是不是就是想要退就是在那麼顛覆國家或是不是會往這個方向走這樣子對然後其他表演都會有給大家看一個新的東西就是就是我準備到前兩天然後人生館長剛剛發布了報告他們其實是嗯他們在二十一號的時候發布一個新的報告他們提出了八十位就是藏人的政治犯那他這些人都是已經被 就是在二零零八年的抗暴事件當中被中國政府逮捕然後判刑那這判刑跟國是謀開的然後就是監禁到現在所以你看這樣子也是已經十一年了那他們的刑期可能都更長那這些人他們就是通常並不是一個有名的運動者所以比較不為萬人所知但是他們其實也是受到各種很嚴重的迫害那後來就是人村觀察他們有一些就是內部的管道找到了這些人的資料 他們也都有一些蠻明確的名字跟他們關在地點那就是他們最近就是提出了這個報告就是希望可以讓國際不管是其他人群組織或是創意團體去發聲然後希望可以讓他們有比較好的答應或是會不會釋放這樣子好我們大概先講完這篇其他時間就留給劉璦璇好謝謝黃宣 希望黃宣動機也很精彩那如果真的我們有時間的話他也可以就是一個很完整的演講 但是很抱歉就是我今天要把比較多的時間交給黃宣那我自己跟黃宣律師認識大概是在2010年我們那時候去日內瓦參加世界半死刑大會然後我印象很深刻是就是他參加大會然後就講了很多中國的不是壞話是實況那可是除了他之外就是我們就想要跟他聊天講話因為我們想要認識他然後跟他講話的時候後面就會跟著另外一個 中國的律師來跟我們交換品片那很有意思就是那個律師就是跟隨著他的足跡然後我們也不是很清楚那個律師的狀況是如何 但是我的感覺是後來我們在其他的就是這種國際性的世界半死刑大會上面都會遇到我們認識的律師我們尊敬的維權律師 但是周圍都還是會有其他的律師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但是都會想要就是他們接觸誰他們要接觸誰 那他們就想要知道他們跟誰接觸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自己2012年的時候有機會那也是唯一一次就是我辦了讓我覺得就是很多台灣的那個社運界朋友會覺得是一件屈辱的事情是 就是我那時候辦了台高證進去中國那我那時候我唯一想的事情是因為騰邀邀請我們去裡面為中國的律師 就是談我們在台灣廢除此行的一些相關的經驗那還有是其他國家的人 那那時候我唯一想到的事情是覺得說我們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某種程度我們應該要盡量的讓中國的律師 然後中國的維權人士能夠有多一點機會接觸到更多的資訊 那如果我們能夠做的話我應該要盡量做生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也大概是如果此生在我有生之年中國若沒有其他的改變的話 我大概很難會再想去中國那那一次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忘的一個經驗 包括但是你知道那是2012年在2012年相較之下所有的狀況都是好的 後來之後的狀況都越來越糟糕 所以我印象當中我每次聽到騰邀的新聞大概是他又被打他又被抓他又怎麼樣 就是我從來幾乎沒有聽過收到他的好消息 難得的好消息是他來到台灣我們可以邀請他演講大概是這樣 那我認識很多的維權律師大概的狀況也都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我接下來把時間交給他 我希望他針對可能前面兩位的演員可以多做一點回應 那甚至我覺得更廣一點的人權議題可能也可以有一個回應 譬如說我覺得台灣朋友應該我很開心 就是我在前面在前幾天前不久我們通過了那個同婚的那個法案 但非常荒謬的事情或是非常就是很奇怪的對比 就是中國可能對於同志族群事實上他比如說他就是對他們打壓 結散他們的團體禁止那個BL的這張小說或什麼的 就是大概是很誇張的一個對比 那這件事情在在的在在的發生那尤其我真的覺得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現在都會自我審查 想到去中國想到去香港我們會自我審查 因此這個我們自己的害怕跟自我審查 一定當然就會減少了我們跟中國人的接觸 那我覺得這到底是好是壞 我覺得對中國的未來吧 我相信應該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態 如果所有人都自我審查不願意去中國的話 那但是他當然另外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好我講太多了 也很想要語談 那我今天下來就把那個時間的交流投票 我們掌聲歡迎他 很高興到這裏面和大家和大家的交流 好 尤其看到還有高中的好幾個高中生 那你們你們來這裡面聽演講 你們爸爸媽媽知道嗎 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因為高中 我在高中的時候就是完全是被洗腦的 幾乎完全是被共產黨洗腦的 沒有任何獨立的思想 也沒有機會去聽這個獨立的聲音 也沒有心情 因為只知道考大學 那就是悉悉他們才能做了很多努力 在台灣推動廢詞的教育 人權的教育 我覺得這是 是非常讓我能夠看到台灣社會的希望 那我也 我先 就這個題目 因為給我看的這個題目 我想就是中國的人權黑洞 那我也給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介紹 可能有一些年輕的朋友 他不知道 這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至於成為黑洞 不但自己的任何的東西 除了一些還把周邊的國家 全世界更遠地方的一些人權和自由吸進去 那就是1949年 你們叫做38年陸城 大陸淪陷了 我們共产党,叫做中國人民解放 我們共产党 在1949年10月1號之前 中国的人权的分数还是极客线以上 然后一下子就到了极客线下的 然后呢后面有起有落 比如说1957年 博尔庄说大明大放的时候 那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点那么自由 然后很快又是反右 然后之前的正反 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人权灾难 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可怕的人权灾难之一 如果按人数的话 那如果按这个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迫害致死的人数来看的话 那这一两个字就会去掉 然后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 这就是尽于最完全无法想象的一种人权灾难 如果有兴趣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一个和现代的 这个open society 一个开放社会 一个正常的社会相反的是什么样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华 中国的这个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然后两段结束到了1976年 毛泽东死 他一辈子做了唯一一件正确的事情 就是他终于死了 然后呢 就这个就是 这个人权的这个 别生稍微提到 然后有这个改革开放 什么的 但是仍然 但是在最好的时候 仍然是在极格线下 共产党这个统治之下 他的这个人权自由度 一直都是在极格线下 那共产党他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 他也是就是为了拯救 拯救党本身 他并不是为了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虽然客观上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但是他是为了拯救 共产党这个岌岌可危的统治 然后呢到了 然后80年代有一些 有一些自由的空间 这个一些自由思想的传播 包括一些这个学生运动 各种社会因素 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积累 然后就到了1989 这个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1989年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叫八九民主运动 另一件事情叫六四屠杀 实际上是六月三号开始 到六月四号 这个屠杀 那这个屠杀不仅仅是在北京 有美国学者考证 在成都也发生了屠杀 而且在更早 在拉桑也发生了屠杀 那这个就是 这个又是一个 让世人震惊的一个人权灾难 然后呢 到了90年代 90年代 邓小平南巡 就是屠杀之后 有一些人他们觉得 这个中国完了 有两种不同的预设 一种说中国完了 这个坦克上街 把这个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 给这个打死 那就是中国就进入了 一个黑洞 无边的一个黑暗 另外一种预设说 共产党都开疆了 他的这个合法性 这个这个已经彻底失去了 那就是完全失去民心 那用不了两三年 共产党就会垮开 所以这两种预设 都是和后来的发展不符合的 那后来呢 就是在经济上 仍然推行这个市场化 私有化 当然这是共产党控制的这个市场经济 所以表面上 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知道欧洲日本 从来没有常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那这个就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 他们他没有这个政治自由 没有对这个私有财产的真正的保护 没有司法独立 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然后到了90年代中期 互联网进入中国 到90年代末期 互联网在中国的这个发展 还是相当叙述 然后呢 这个经济 这个所谓的China Miracle 中国的这个经济奇迹 到了2001年 中国进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然后这个经济发展就更快 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超越了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2014年的时候 根据这个PPP 就是GDP PPP 购买力 对 实际购买力 来的是 那中国超越了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这是 就是我说六四 三十周年 中国两次震惊世界 一次是六四屠杀 一次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 那这个经济奇迹的这个背后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这个 人权 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 人权 黑洞 那 从这个 人权的角度 中国的这个 低人权优势 这是北京 清华大学的 秦辉教授 他用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 非常浅浅易懂 有舒服力 就是叫低人权优势 因为 因为 在六四屠杀之后 这个 他推行的这个市场化 是权贵私有化 就是遭遇了最小的主意 因为 你的看 你的这种和平示威 都能够被 被坦克碾压 那 那这种 这种 这种 就是权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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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分财产 来推行这个私有化 他就是 主力更小 然后呢 这个 他可以把这个 劳工的工资压到极低 然后 福利压到极低 其后 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付福利 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 所谓福利 就是 就是那些 有钱 就是让有钱的 多交一点税 然后帮助 那个 最弱的 这叫福利 在中国 付福利 什么意思呢 有钱的 他们赚取的 他们通过腐败 通过再分配 他们赚取的更多 而这个 而这个 税收的负担 穷人 他们交的更多 所以这是 付福利 就是这个社会福利 这个就是 被那些 被那些 有钱有权的 占有的更多 那 然后再加上 环保 就是 只要你 你把这个 官员搞定 那你这个 这个工厂 排污 排这个 废气 废水 等等 都可以不管 那 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 没有罢工的权利 没有集体谈判权 没有这个 劫色 流行示威的自由 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 这些 这些这个 低人权的条件 使中国成为 使中国的这个 劳工成本 让任何一个国家 无法比拟 即使那些 就是威胁国家 都无法比拟 所以这是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 这个国际资本 源源不断的 流到中国 然后中国的廉价商品 就是 实际上是 中国劳工的 这种血汗 制造的这些 这些产品 以极其低的价格 这个源源不断的 销售向全世界 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 非常重要的理念 但是却被很多 西方的学者 西方的观察家 所忽略 有意无意地 去忽略 中国经济起飞的 这个背后的原因 那这种 这种经济的 经济的发展 它同时又大大的 强化了中国的 这个极权体制 在八九之后 中国的这种 这种政治体制 有很多命名 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 这个市场练营主义 市场极权主义 新极权主义 这个 后威权主义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 这个命名 总之 从经济上 从经济上 它是一种 还有更常见 叫权贵资本主义 等等 那这就是 首先在经济上 它似乎有一个市场 其次呢 在政治体制上 它仍然是一种 极权体制 所以我们反复地讲 这个很多西方学者 把中国 这种体制 定性为 authoritarianism 这是一种误导 这是不对的 中国的体制 无论是四九之后 还是八九之后 还是现在 它是一种 tote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并不是威权主义 所以它的这个市场 威权 威权体 市场集权体制 也带来了 不同的这个社会后果 那要分开两方面的时候 一方面 中国的这个 刚才提到的一些 看起来积极的因素 能够让中国人民看到 希望的因素 比如说互联网 比如说法律职业的发展 文革期间 叫杂乱公检法 所以律师彻底 就没有一个 中国 中华人共国 从1957到1979 22年间 没有一个律师 打杂乱公检法 然后才慢慢恢复 所以互联网 市场经济 法律职业的恢复 包括自由思想 在一定限度的传播 这些因素 看起来是 能够把中国推向一个 开放社会 能够促使中国的民主化 但是 但实际上 实际上并没有 我后面会 会做一些解释 另一方面 中国的这种 政治体制 仍然是一个 严格的一党制 然后没有司法独立 然后这个官员腐败 没有新闻的监督等等 那这些又不断的造成 对民众权利的侵犯 每天都有大量的 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侵犯 那这两个因素 实际上是 维权运动产生的这个背景 那我本来是 八九之后 读大学 然后后来博士毕业之后 到大学教书 也就在那个时候 2003年前后 中国的这个维权运动 借助一系列的公共的事件 开始兴起 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事件 是孙志刚事件 这个我也没有时间 详细展开 总之 借助这一系列的事件 律师 后来被维权律师 或者人权律师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还有一些法律学者 还有一些人权範围者 那就是 2003年被一些学者 称作是维权运动元年 那在03年之前 90年代 甚至八十年代 有一些可以被称作人权活动 或者是维权案件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 social moment 没有成为一个社会运动 03年之后就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运动 所以我们把它叫 the rights defense movement 用法律来维护公民权利 维权运动在随后的十多年的发展 03年之后 它借助一系列的事件 越来越多的NGO 这样比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到维权活动的队伍 越来越多的律师 他们变成维权律师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化的抗争 而且也不限于法庭的维权 因为我们议题维权律师 好像只是局限在法庭上 用法律 用证据来维权 但实际上 实际上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因为没有司法独立 这些案件 法官还没有独立的判断的机会 因为它并不是法官独立判断 所以需要媒体 需要地面上的抗争 需要各种各样的综合的维权方式 在社会运动里面 有讲repertoire 就是各种活动剧目 抗争剧目 行为艺术 绝食 包括一些网络上的各种会议 各种出版物 包括参与人大代表选举 包括对官员 比如说屠夫 悬赏 征集这些官员腐败和侵权的证据 等等各种各样的维权巨目 那就是在一度一度维权 一度显得轰轰烈烈 还有政治化 街头化 组织化 政治化 还有一个国际化 有一些 比如说女权运动 环保运动 它也可以看作是国际 同样运动的一部分 维权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 国际媒体 和一些 有越来越多的交往和互动 那这是维权运动 十多年的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压制性的政权下 能有这样的发展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中共很显然对这个所谓维权运动 也是从来没有放出警惕 然后用各种方法对维权人士进行打扎 以我个人为例 从一开始被警告 被喝茶 就是中国的国宝国安 就是给你教学喝茶 尤其不一定喝茶的 有时候咖啡 有时候吃饭 但是他们就是要警告你 不能参加这个活动 不能参加那个活动 有的时候 借着喝茶吃饭的机会 就把你给控制了 你想要参加某一个活动 也没办法参加 然后也有很严厉的警告 那再后来就是被学校停课 不让我上课 再后来被吊销律师证 被没收护照 然后再后来 因为他的每一部措施都在升级 升级对我来说 我不会听他们的 还会继续去做我的工作 那就再升级 然后被软禁 再后来就是被绑架 被关押 然后受酷刑 各种酷刑 就是 我也不去描述了 反正是越来越升级 那很多维权律师 都像是被吊销律师证 有的被 还有严重的被判刑 包括在座的 也拉紧就是 因为他的这个 长年的维权抗争活动 被劳教 然后在这个劳教 劳教所里面受到 非常非常 这个残酷的虐待 那 这是 那到这是 这个 中共对维权运动的 这个打烊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停过 那到了 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种打压就越 更加的严酷 我们这709大抓捕 在2015年7月9号 之后的几个月内 有超过320名维权律师 受到 受到烧扰 受到问话 然后被抓捕 有很多很多被 被抓捕 被失踪 然后被判刑 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维权律师 被 被关在监狱里 没有 没有释放 那今天上午 台湾的 这个台湾总统 蔡英文 我也是非常非常 喜欢和敬佩 这样一个台湾总统 他第一次 这台湾历史上 第一次公开接见 来自中国大陆的 不是来自 就是中国的维权人士 和异议人士 像王丹 王俊涛 还有我中国大陆的 六七个人 那我也向蔡总统提出来 提出来这个 中国维权律师的 现在的进化 那我也送给他两个 两个这个 银记片 其中一个是 是王全璋 他在 2015年7月 7月份被抓之后 有三年多的时间 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 就完全不知道 人去哪儿 那也一度就是家人 在开庭的时候 家人和家人所请的律师 也没有办法去见到他 甚至开庭之后 也没有照片出来 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 直到最近才有官方 公布了一点他的录像 那他在里面是受尽摧散 所以我也提醒 希望蔡总统能够 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情况 他 所以他也 他接到这个 接到这个 明信片的时候 他说 台湾的人权律师 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那我也跟他说 就是台湾的人权律师 台湾争取民主的这些前辈 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权捍卫者 也是 也是一个鼓励 我们很多人 从台湾的民主前辈身上 受到激励去参与这样的民主运动 我也专门提到了李明哲 王全璋他也是李明哲的好友 我和李明哲也虽然没有见过 但是在网络上 为了中国的良心贩募捐 让我们有过一些联络和互动 所以作为一个生活在自由国家的台湾公民 能够去深入武学 去帮助中国人民 来推动法治 推动公民社会 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 所以我个人 我们的同行也有责任 不断地去为李明哲先生呼吁 然后讲到习近平 习近平这个东西 他让很多大跌眼镜 有一些当初他上台的时候 一些人还替以厚望 说他是习近平的儿子 会有一些 因为习近平好像是 有一点开明思想的改革案 所以既希望习近平 但是实际上这是无极之谈 这个父亲 他没法把改革思想传给习近平 何况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传统 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治传统之下 这个更不可能 习近平 他在这次 刚才讲709律师大抓捕 然后对记者 对互联网 对大学 对家庭教会 还有各种各个法轮功 各种小的宗教 被贴上邪教标签的那些小的宗教团体 对西藏 对新疆等等 是进行了全面的镇压 甚至可以说是清洗 这种镇压的程度是远远超过了江振宁和胡琴涛时代 然后加上他又去弄个人崇拜 从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个人崇拜 这个英语这个个人崇拜好像在这个中文听的不同不一样 在英语里面有意思 它叫这个cultural personality 就是人格邪教 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习的个人崇拜又有这个文革的色彩 然后2018年2月份修改宪法 就是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当他很简单就是习 习后来就是百分之百全票当选 那这个当今世界好像除了习近平和金正恩 也没有谁是百分之百全票当选 这个好像以前那被绞死的那个萨丹和胡琴润有过 后来他觉得不好意思 弄到百分之九十八点几 这个 那所以很多观察家就觉得习是一个分垂领 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分垂领 他让中国重新走向极权体制等等等等各种说法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所以习它既是一个转折点 也不是一个转折点 说它是转折点就前面提到的那种打压的程度 修改宪法 重新走个人崇拜 他把中共从这个集体独裁变成个人独裁 这是因为在邓之后江泽民十多年 胡锦涛十年 他是一个集体独裁 这个到了习这儿就是现在已经明显的变成个人独裁 这是他的这个对中共体制的这个改变 但是从更深层次从更广的层次来看 习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转折点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体制一直是一党制 人格的这个一党制 不允许任何一点的这个政治竞争 然后一直是司法军队 人大等等这些都是完全控制在中共 把中共完全统断这些 然后这个对媒体的这个控制 实际上虽然互联网的出现 让它控制的程度有所放松 但是说中共 中共治下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信仰自由 没有这个集会游行 视为自由等等 这是一贯的 所以习并没有改变所有这些东西 而且习近平他的这个社会维稳手段 控制手段 有很多东西在胡锦涛的时期 都已经建立起来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新疆的这种情况非常恐怖 但是在08年奥运前后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体系 这个叫网格化维稳已经已经逐步开始形成 包括对这个秘密警察的使用 这也是从理论上这也是这个特点之一 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秘密警察 国安国保 有一本书叫遭遇警察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跟国安国保打交道的过程 所以这个像民族主义 像这个茉莉花 2001年茉莉花 像我个人被绑架 被关罪查 那一次就是茉莉花 其实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对记者 对异议人士的打压 包括众叛刘晓波 包括官邦NGO等等 把这个维权律师家居教会列为黑五类 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习上台之前 都已经形成发展 甚至完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习他并不是一个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他没有改变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制度构架 然后呢 他的出现 他把中共从集体独裁变成个人独裁 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是 中国共产党集体选择的结果 当中共面临各种危机的情况下 进行了一种应急反应 集体选择的结果 当我说到中国共产党集体选择的时候 并不是说中国的八千万党员集体选择的结果 而是这些数不清楚多少 大概几十个家庭 几百个人 这些人 他们是他们掌握了中国所有的最重要的资源 他们决策的结果 那他们认为 共产党走习近平的路线 是更有利于他持续下去 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89年天文运动和天文屠杀 学到的教训 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放松一党制 如果 他可以做很多妥协 做很多改革 但是一党制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这是他从1989年天文学到的教训 所以我把习当前的种种做法 把中国带到为人权黑洞 是中共集体选择的结果 那刚才感谢两位讲到新疆新疆 讲到中国人权方面的很多问题 这样我就不需要一一起罗列 无论是言论自由 酷刑死刑 宗教信仰自由 新疆新疆等等 这是这个人权状况 当然是非常糟糕的 从全世界来看 有各种各样的排名 中国是经常排在倒数第四 第五 第六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死刑呢 因为在座有一些是希望 对这个费死的话题有兴趣 我也简单说两句 刚才提到这个中国死刑的数字 好像除了中国以外 去年执行的数字是253 那中国的这个数字 并不是说一 并不是这个1000左右 或者1000以上 1000以上好像 好像是说1200 可能1500 这叫1000以上 但中国的这个实际执行 执行的数字 是远远超过这个 那在2007年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改革 就是最高法院收回死刑 对所有死刑案件的复合的权利 那在07年之前 不少学者NGO估计数字是 一万以上 每年 这不是判决死刑的数字 是执行死刑的数字 一万以上 2007年之后 这个数字 普遍认为有损 因为大家只能靠拆合 不同的这个方法来估计 因为这些数字 中共把它作为国家权利不公布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07年之后 因为那个改革数字在下降 也因为部分的 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 包括在刑法里面 几次取消可判死刑的罪名 但是这个数字 仍然是非常惊人的 那我个人估计和其他 就是也和其他的人 一起去商量 去估算 中国目前 就是07年之后 这个死刑 执行的这个数字 每年其实 仍然在 4000到6000 甚至更多 那这样算来 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 是全世界 其他国家 死刑执行人数的 总和的20倍左右 也就换一个数字 就是中国执行死刑的 比币占全世界的 百分之九十 甚至九十五 那 大概 最后讲一点 就是 中共 它的人权 黑洞 我有一个切身体 因为这个 黑洞这个词 我原来还在想 怎么黑洞 它有什么特点 但是我有一个切身的体验 就是我在被关押期间 好像真的 就是好像掉进了黑洞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 我才几次被抓 被关 但是从来没有进过监狱 所以这个 也没有进过 看守所 因为我 我作为律师 我很清楚 如果你按照 刑法第多少条 然后抓我 按第多少条 然后批准 带胡判亲 我知道 我有什么样的权力 有什么样的期限 可以关多久 然后一审 二审 它都是有期限的 而我那个被绑架 它是没有期限 你都不知道 自己关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也不知道 下一步要对你如何处理 然后你更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被释放 你不知道第二天 会被如何对待 会有什么样花样的酷刑 所以这种 我管它叫 不可承受的不确定性 这是非常可怕的 没有切丝经验的 是很难去描述清楚 就是这种 它比被打被垫过垫 要更难以承受 因为在里面没有任何一点信息 不能看书 不能写东西 没有任何外界的一点信息 然后你不知道家人怎么样 然后什么时候会被放出去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进入了这个黑洞 那中国现在又要把这个黑洞又在吞噬这些争取自由民主的力量 而且向海外渗透扩张 这也是我这次来台湾三个月要做的主要的题目 所以在座如果对我的研究 对我的故事有兴趣 我们在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 还是有机会交流 那我现在在写的东西 就是中国对国际人权和自由的威胁 包括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操控 包括渗透西方的媒体学术机构 包括去干涉西方国家的选举 包括台湾的选举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等 然后严重一点的就是在跨境绑架 在国外绑架具有外国国籍的人 比如说这名就是桂尼亚 中国在泰国绑架具有瑞典护照的 一个诗人和出版人 然后在香港绑架李波 李波是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 包括李平哲案也是中国 对全球人权威胁的一个例子 等等 这些例子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情况 中国它现在 试图要建立的是一个高科技极权主义 这个是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那一会儿Q&A的时候 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高科技极权主义 所以在香港前几年民主运动的时候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就是明天的香港 然后他们对台湾说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进行努力 不去抗击中国的这个这种专制扩张的话 那今天的新疆就是明天的中国 而今天的中国就是明天的世界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图景 好 我就先讲了 谢谢 谢谢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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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当然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越听越惨重 因为刚才同标最后提到的可能包括就是 现在假新闻啊 资讯战这个影响台湾真的非常非常重 那很多人可能开始已经在预测说 明年一月份的选举很有可能会是台湾最后一个 有民主意义的选举 所以大家是非常非常地担心的 然后也有人开始在讲说 对啊那可能真的有一天被所谓统一的那个 那个时刻可能会到来 那有人就跟我讲说 没关系啊 那如果统一了的话 你们费死联盟要做的费死事情的工作更多 我就想说 我们在台湾现在做完了 我们没有人想要去做更多的 中国的这种四千个到六千个每年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可能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的话 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的高中生不可能在晚上来参加活动 不管你爸爸知不知道 社会运动不会演呐 那我跟佳正我们两个除了是费死联盟之外 我们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参与的团体 叫做西藏台湾人权联鑫 那我们的理事长杰西辞人 他今天他现在不在台湾 他在他现在在印度 但是我很记得每年在310游行的时候 他都會特別提到說 就是我們痛恨的是中共政權 那我們並不討厭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跟西藏人是一樣的 所在同樣的 就是面對中國的 中共政府的一個人權侵害 所以我們到底如何能夠一起往前進 那我覺得今天的題目 取就是中國的人權黑洞 也是因為就是今年好像是第一次 就是黑洞這件事情被科學家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就是把它照出來 也拍下那個黑洞的照片 那我覺得這就是這一系列 就是台灣NGO包括華人主廚院 包括很多的民間團體 舉辦的這一系列的活動 就是在六四三十週年事情的活動 某種程度也是很希望 我們真的大家可以睜開眼睛 真的清楚地看到那個黑洞到底是什麼 那你才有可能再往下思考說 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 我們如何能夠擺脫他 所以我們接下來大概還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我把這個時間交給現場的朋友 就是你們可以提問或是你們可以發表意見 但是如果你發表意見 我希望你可以短一點 就是我們還是希望前面的講者 主要是唐彪能夠有一些回應 所以我不曉得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任何的提問就是想要發言的 好 唐彪老師你好 好 那我想要問題就是說 你一個身為法治社會體制下的其中 曾經是一個棋子 就是你曾經是裡面的一個角色 那你現在還會期待做所謂 體制內的改革這件事情嗎 就在關於人權的提升 中國人權的提升上 你還會期待那個法治嗎 雖然我知道你也曾經在大學院教過十五 我覺得你的心情應該是滿複雜的 那如果說你已經不期待體制內改革 或是改善 讓人權有所提升的話 你覺得你會做些什麼來讓中國人權 也許不管是普羅大眾的意識有所提升 或是整個環境有所提升 你覺得應該做些什麼 還有就是周邊的國家或是NGO可以做些什麼 我不曉得有什麼類似的問題或是要追問的問題 要一起的 還有沒有其他的 如果沒有的 環囊 還有其他的現階段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先讓唐彪回答 然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裡面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對 關於體制內 對 我之前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 那這個可以算是體制內 但是我做 在那個時候就同時做了人權律師 然後很快就被定性為黑五類 這也定性為甚至是政府威脅 用顛覆國家政權罪來起訴 那雖然還在大學教書 這個比較微妙 你作為一個要顛覆國家政權的人 他還讓你在大學講堂去講課 中國這樣一個後集權或者新集權體制 它有很多微妙的地方 總之體制內和體制外 它並不是有一個清晰的界限 另外一個就是對於體制內的善意的期待 就是期待共產黨能夠走政治開放 政治改革或者是改良一點一點 通過比如說共產黨 它一確是做了不少的改革 比如行政方式的改革 司法審判方式的改革 還有一些社會 包括廢除勞教 03年孫智康事件之後 廢除收容潛中制度 然後前一兩年廢除 一胎化政策等等 它有這些改革 但是期待共產黨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然後走民主化道路 這件事情越來越少 又有人相信 所以在三年前 我和另外一個學者 也是被判刑五年 關在監獄五年的一個學者 王天成 我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 我們編輯了一本書 在香港出版 現在這樣的書 恐怕很難在香港出版 題目叫回到革命 所以知識分子 這些傾向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 越來越對改良改革不抱幻想 而是希望回到革命 政治革命 當然我們收錄的文章裡 百分之九十五 除了一篇半之外 都是主張非暴力革命 就是和平革命 但是總之它是一種革命 因為很清楚共產黨 它不可能放棄自己對權力的壟斷 我本人能做什麼 民間社會能做什麼事情 雖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 國內也有很多人 仍然在冒著更大的風險 在堅持做事情 在最近 我反覆提起的 《中國青年行動者處境報告》 這個網上有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然後找來看一下 當今這些仍然在行動的 這些年輕的行動者 他們面臨的處境 有一些人 包括我過去熟悉的一些朋友 同時仍然在抗爭 另外 我們作為台灣的朋友 作為海外的朋友 無論是在媒體 還是在人權主持 或者在政府部門 或者在一個公司 等等都有很多 可以做的事情 傳遞信息 然後讓人知道情況 比如說新疆的這個事情 它是21世紀人類歷史 最大的人權災難 讓更多人去了解 新疆的情況 西藏的情況 法輪功受迫害的情況 等等 去分享信息 去抗爭 去參與抗議 去給良心犯 寫明信片等等 實際上可做的事情 是列舉不完的 包括如果有經濟能力的話 給中國的良心犯 或者他們的家屬捐款 所以在國外 仍然有很多是 國內的人權捍衛者 他們沒辦法做的 或者是做風險太高的 去分享信息 去遊說西方的政府 去更加重視人權等等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 可以做事的貢獻 大家可以繼續想問題 事實上之前很多 包括709 或者是有一些個別的案件 就是有些中國維權人士 被抓捕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在想說要不要深遠 然後有時候我們在生緣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說 我們的生緣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但是我問過唐廖 只有問題 唐廖就講說被關在裡面 已經是最糟糕的狀況 你試想如果外面沒有聲音的話 他們在裡面會有多慘 所以他們在裡面 就已經是最糟的狀況 所以只有更大的聲音 那才能夠讓他們在裡面 可能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待遇 他說不要考慮說會不會適得其反 因為沒有更糟糕這些事情了 那所以在任何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 那個外面的那個壓力 然後那個聲音發出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曉得現場朋友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請允許我也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大家對於中國 真的很難做判斷 那我們獲得的消息是真實假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中共政權會覺得說 事實上經濟的人權是很重要的人權 會讓大家生活得好 過得富足 那比這些其他的人權可能更重要 所以他們說 他們在加強經濟的發展 中國變成很富強的一個國家 但是也有很多人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假象 就是說包括譬如說最近的新聞是 當很多國家禁止 不願意使用華為的手機的時候 就造成很大的衝擊 或者是在前面可能之前就談說 每週貿易或者是關稅這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可能中國的改變 不見得是來自於 就是改革人權的這個部分 而是說如果有一天 在經濟這方面的那個假象 富足的那個假象被戳破 或他沒有辦法去就是維持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那有可能對人民的這個衝擊 可能是最直接的 我不知道就是有這樣子的看法 所以我想知道說 這是一個就是 因為我真的不了解 所以我想知道這是一個可能性嗎 或者是真實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經濟人權或者是發展權 這樣有兩點可以評論 第一點就是我剛才講到 中國政府它向海外的滲透擴張 在海外侵犯人權輸出專制模式 那這裡面包含的一個東西就是 它輸出它的話語 它比如說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 比如說這個叫CyberSolving 就是互聯網的網絡主權 比如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 這個七七八糟的東西 它就是用這些東西來試圖取代 取代這個國際公認的這些人權標準 然後包括這個發展權也是一個 我們提供人權 首先就是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這些基本的公民權利 政治權利 那中國政府說 這些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要生存和發展 你都生存都生存不了 那你那些什麼選舉權 那些又不能讓飯吃 所以這個叫發大財就是第一位 所以它就用這一套理論來混淆 這個普世的人權標準 那它這一套是 在理論上當然是站不住腳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單從經濟 我們剛才講的基本上都是 都是這個 酷刑啊 破壞啊等等 但是 但是這個 單從經濟發展這個角度 中國的這個狀況 也是極其糟糕的 比如說 中國的這個 基尼技術 它已經達到了 0.4 0.5幾 0.6幾 按照官方的數字也達到 接近0.5 但這裡就是遠遠超過了 叫 平靈 per-efficient 就是 基尼就 對 代表貧富 差距 那就是 它 它是最小是零 最大是一 那0就是絕對絕對平均 那1就是最最不公平 所以 簡單出來 中國不但是全世界 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 也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它的那個貧富分化 也是 這個排名的話 也是最找到的之一 然後比如說 更好理解的就是環境 因為 你沒有新鮮的空氣和水 那你還談什麼生存和發展 而中國 就是幾乎所有的河流 湖泊 地下水 都被污染 就是乾淨的 乾淨的水 已經 已經 很少很少了 然後空氣 我們叫霧霾 那這個 就是北京的 那個 那個 PM2 等等 這個就是已經 極其嚴重 甚至這個就是天空的那個霧霾 那極其污染的這個空氣 會飄到台灣 飄到日本 我聽說 對 就是最近我聽說 日本的那個 也有中國飄過去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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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差的 這個空氣 所以這個就是 另外就是這個 勞工權 剛才剛才有講到 這個就是勞工權利 所以 總的來說 在 在沒有 那些 基本的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這些基本權利的情況下 想要 想要有真正好的 所謂經濟人權 也是靠不住的 這個 我有一篇文章討論 這個大概叫 《08憲章與政治正當性問題》 裡面有討論這個 在學術上有一個 比較學術的詞 叫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就共產黨 因為它沒有 因為現代 現代政治 要想有這個 合法性 或者正當性 Legitimacy的話 要有一個自由選舉 就是我們 我們民眾承認你這個政權 但是共產黨 它沒有這個 所以它試圖用 用經濟發展 來給自己 樹立 尋找合法性 但是 但是 根據我的這個論述 如果它沒有選舉權 沒有基本政治自由的話 它的這個 經濟 叫 绩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這個這個詞 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好 謝謝 現場朋友還沒有問題 兩位 那先你到底要再 我問一個問題 我剛才講到 就是比較存 因為說 想問那個講者 就是說 中國的民主 就是 它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比如說是政治的條件 或是經濟 或anyway 就是任何條件 你認為是在什麼的條件之下 才有可能發生 就是民主 政治的發生 就是在中國在什麼條件之下 就是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來試圖思考 謝謝 好 其實我想問的也是 承接上因為他說的 這是蠻現實的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是屬於民主國家 我們都知道民主的好處 可是 中國要實現民主 它有一個很困難的點 就是 它的人數真的太多太多 所以 以至於說 它要實現民主上面 可能有時候也會 會遇到一些問題 這樣子 那這方面有沒有 一些 在中國方面比較支持民主的人 提出一些配套做事的方式 給 政府去參考看看 還是他們真的就是 對於權力 這方面是不容負協的 而是 是屬於一個就是 政府跟人民的權力是很懸殊 而不是屬於一個漸漸能夠平衡的一個狀況 還有沒有 那我們先回答這兩個問題 沒有任何問題是蠢問題 這也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中國的民主要在什麼情況下發生 我覺得 只有蠢人才會給你一個特別簡單明了的答案 這個什麼什麼 只要有了什麼 比如說這個 基督教 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國 然後只有什麼什麼什麼 對 這個這種 這種就是 是 對 不負責任的回答 關於 關於這個民主轉型 在國際上有非常多的一線研究 也有非常多的國家的 這個經驗 在民主轉型 從專制 威權或者極權轉到民主 什麼情況下會發生 然後 什麼情況下會鞏固 因為你轉型了之後 還有一個鞏固和威權 回歸的問題 這個也沒有辦法去簡單地說清楚 中國的民主 當然 一方面 我們如果希望推動 和思考中國民主化的話 我們應該去多讀書 多去了解 歷史上發生的民主轉型的經驗 另一方面 所有的這些經驗 就沒有辦法照搬 比如說 十幾年前 更早一些人們相信 人均GDP達到三千美元 或者多少美元之後 這個國家會發生民主轉型 還有說中國的市場經濟 美國和西方國家給中國 最會不代理 然後讓中國進入WTO 其中的一個假設 大家都覺得是有道理的一個假設 就是這種市場化 國際經濟化 會讓中國產生一個要求民主的 中產階級 所以他們歡迎中國進入國際經濟大戰權 但是所有這些 人均GDP也好 中產階級也好 國際市場化也好 所有這些都沒有在中國導致 包括互聯網 有人說 戰無不勝的中國共產黨 會敗在互聯網下 因為沒有一個集權 會戰勝互聯網這種東西 所有這些都沒有發生 但是現在沒有發生 並不意味著 未來兩年五年或者十年不發生 但是我們中國這樣一個例子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檢視 所有這些理論 不要把這些理論都想 當然 剛才第二問就提到人口 這當然是一個因素 對於你組織社會運動 組織抗爭等等 傳播信息 動員社會來說 這都是要考慮的因素 但是從民主轉型來說 這個其實它不是決定性的民主 實現民主的國家 有人口 比中國 當然現在沒有比中國人口多的 但是用不了通常年 印度就 它已經實現民主多年 從這個面積上來看 也有比中國大很多的 像格羅斯 雖然現在普京 他已經把格羅斯 從民主又被拉毀到威權 但是他曾經一度是 可以說是民主化的 宗教 文化 歷史 傳統 這個所謂的國民素質 經濟發展水平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 都不應該成為民主的障礙 那中國民主呢 有一些影響於 就是經濟的這個 就是中國經濟出現 可能會出現的困難 比如大的經濟滑坡 包括經濟這個泡沫破裂 可能會是一個大的因素 然後這個新疆和西藏 是一個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一個因素 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的 可能發生的分裂 包括民間的抗爭 還有一個就是地緣政治 就是目前 最近兩三年 全球在發生一個 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個轉變 就是我在美國四年左右的時間 看到了這個轉變 現在要不要中芯 華為 中美貿易戰等等 這些事情在三年前 是沒有的 這種對中國的engagement 接觸政策 在發生轉變 甚至在一些國家裡面 發生迅速的轉變 這些是影響中國民主進程的 比較大的約束 好 現場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提問 好 一位 兩位 那先給你 呃 這個 要門桌剪掉 你可以不用 比如說我等 不會叫你 就是你的題目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 我先不說了 你讓別人請 好 OK 我的問題是個人的好奇 就是想要問那個講者 當初在黑洞是怎麼樣的一個經歷 就是被抓進去的時候 因為對 蠻好奇的 然後那你怎麼出來的 在裡面是有紙跟筆 或是你可以看得到陽光嗎 還是說就是你沒辦法知道 你的時間是怎麼的流逝的 然後你怎麼去 嗯 對 因為這個對 對 應該是還蠻 對 很想要知道你怎麼走出來 然後離開了這個黑洞之後呢 你是不是對自己 就是有一種褪變的感覺之類的 然後像這樣子一直被打壓 你為什麼不會放棄 嗯 那個 對 對這個剛才我講的一點點 就是這個 也進到這個黑洞裡 就是 就是你的 這個米蘭昆德拉一個小竹叫 生命中不可強受之群 對 那這個我的感覺就是 你不可強受的那種 那種不確定 就是你做一個存在做一個生命 那個 那個不確定性 就是你 就是 就是掉到黑洞裡 然後然後 你出不來 你可能 你可能就死在裡面了 你可能就 有一次從一個 關押點轉到另一個關押點 蒙著眼睛 戴著這個黑頭套 然後 然後他們說的那些話 讓你覺得 覺得是這個 這個 他們是不是要在半路就把你處理掉 因為它的背景是茉莉花革命 我們有一些人要在中國推翻 就是用茉莉花革命的方式推翻共產黨 我們在那個背景下被綁架被關押的 那我們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 共產黨遇到什麼麻煩了 這個這個 所以 所以你 你釋放之後去 回頭想 你還相信他們把你弄死 這個這個在轉押 或者把你弄死 這個很可笑 但是在當時的情境下 這個一點都 一點都不可笑 一點都不 不理解 那是 是 是有可能 有可能那種情境讓你 是 是 相惜 就是 那種可能性 是完全 可以發生的 另外呢 就是 嗯 時間呢 就是你在 在裡面的 絕大部分時間裡面 就是 早晨六點 他就就把你叫醒 然後就是讓你 就是坐在地板上面對牆 然後這個背要挺直 就是盤腿坐著 你如果動了 他會打你 一直到晚上十二點 所以 時間 時間也是 就是你要用那種固定的姿勢 要坐十八個小時 每一天 嗯 然後呢 就是 而且是戴手銬 二十四小時 戴著手銬 吃飯 然後 這個 刷牙 都是 對 都是 都是 手銬 一直都是 睡覺 手銬一直都是 不解開的 嗯 那 嗯 那 那這種 就是 這種 還有就是 那個燈永遠是 不 不關的 然後窗簾永遠是 不打開的 嗯 陽光 當然你這個白天 因為你這個白天 黑天 但是你沒有 你沒有 沒有 辦法 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嗯 然後呢 這個 就沒有 沒有任何 沒有人類的任何信息 你知 按照規定 這個看守 就是最少有兩個三個 他們是不能跟你說話的 所以 所以那些 聽話的看守 他們也就 也就 就不跟你說話 他們相互之間 也不能說話 因為 如果 如果他們在說一些 事情 說一些好玩的東西啊 哎 你聽的 也會有一點意思 然後 讓你不至於精神崩潰 所以大部分看守 他們也都不說話 也不允許你說話 但是 在裡面呢 就是 仍然有一些 有一些看守 他們 嗯 他們 還存留一些人性 而這個 也是讓 讓讓讓你 不崩潰的 嗯 一個原因吧 就當然 內心要 要強大 我們 對 就是 就是 不像那個貪官 貪官在裡面 也就是很容易就就就就就崩潰 那我們是 為了為了 為了 為了 為了自己內心的 呃 原則 和信念 做這些事情 就就 就有 這個 強大的內心 讓你 不 不 不 瘋掉 嗯 然後 然後 腦子裡要想東西 嗯 嗯 還有呢 就是 剛才提到 有一些 看守 嗯 比如 這裡面也有好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 通過他們的這個交談 我知道 在在門外 有一個 有一個類似 廚房的東西 而那個廚房的窗戶 外面就是 就是外面 外面的地 啊 田地 那我就知道這一點 所以我就跟其中一個 可以 就是可以說話的 就是 他有可能答應我一些 請求的一個看守 我說能不能帶我去 去去那去呼吸一下 新鮮空氣 然後他他他他什麼都沒說 過了幾天 他就他就找了一個機會 對 然後給我眼睛蒙住 然後領著我 出去 然後把那個廚房的窗戶打開 讓我 對 讓我 對 就是在那裡面 就唯一一次 呼吸到新鮮空氣 所以這種 這些 這些細節 讓你感覺到 這個人性 還是 對 還是強大的 就是 所以我在美國國會作證的時候 也提到的這個細節 所以我說在人性存留的地方 集權就會被打敗 我們大概還有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想要先結束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不錄影了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交流 所以我們可以就更自由地發言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繼續了解更多的中國的 在中國的影響下的一個相關的人權議題 我相信明天晚上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明天晚上在這裡是 陸哲 哲午 他們要談的議題是從 五四到六四 那科學跟民主 對維吾爾人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所以伊利夏提他會來談這件事情 那我昨天有機會跟他聊天 我覺得我的收穫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很希望今天來的年輕朋友們 然後明天可以繼續來 因為你會對維吾爾的這個議題 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真的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請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明天可以繼續地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剛才唐彪也談了 就是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 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但是為了人權 我覺得我們為了不僅 當然我覺得不僅僅只是中國的人權 可能全世界如果你知道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要為人權發聲 因為有人會問我們說 你為什麼選擇為西藏發聲 為中國發聲或怎麼樣 我覺得並不是我們選擇了什麼 而是因為我們接觸到了什麼 那我覺得在每一個人有力量的狀態之下 都應該挺身而出 那我剛才想了 他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可能有一個方法或許不是最好 不是最重要 但是在海外的人或是世界各國人 可能會持續地捐錢給在中國境內 就是所謂維權人士他們的家屬 那提供給他們一些支持 所以我們過去FACE星期四 我們都會期待大家 這是一個免費的活動 這是入責提供我們一個免費的場地 我們才可以辦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都會很希望大家捐出你的零錢 一塊、五塊、十塊 大家一塊做FACE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希望 如果今天大家最後願意捐給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錢想辦法轉交給 更需要的中國維權人士他們的家屬 那大家如果等一下離開的時候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一起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我想要再把時間給兩位語談者 就是有沒有你們一定想要回應 或是想要就是再多談一點點的 或許每個人可以有一分鐘到兩分鐘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這個活動就結束 我們想要加徵或是同學 有沒有需要再補充的針對藤彪的部分 很簡單的一兩句話就好了 因為剛剛前面藤彪其實有講到一個說 他有回應到一個說 其實沒有什麼純問題 只有你只要懷疑那個用很簡單的 給你的答案的這一種答案 這個是你才需要去懷疑的 那我回到我們的本頁 就是我覺得死刑一樣是這個議題 就是如果政府告訴你 死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那你真的要懷疑他 如果以中國每年執行這麼多人來說 他理論上應該是一個治安最好的地方 應該是一個被害人導入最完善的地方 大家仔細去想一想為什麼他不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今天這麼害怕 就是關於中國的民族人春 還有對六四三十週年的這個記憶的看法 那這個算是已經過了 但是我們在前兩年的學術人討會當中 中央寶福電台有幫我們做現場直播 那這個影片也已經在這個YouTube上面有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去看上面的內容 這就包括唐剛律師 方正先生 李小銘先生 吳仁華老師等等 就是都是我覺得是六四相關很重量級的人物的 這個論文的發表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那之後也都會有一系列的活動 就大家可能這幾天也有注意到 在中正電台前面有一個坦克人 就算是說那個 我們一直對那個坦克的後患有一點吹 那些是有點介意啊 但是 而且就是BD上也有網友指出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那個東西大家歡迎大家就可以去打卡拍照 然後我們明天開始在那個 中正經驗堂一樓裡面 那個中間那一條的地方叫 我問我為什麼他叫民主大道 然後那邊他 現場 對 不是不是在裡面 室內 對 然後裡面我們從明天開始 的屁股下面 對 就是會辦一個展覽的地方 所以那個走道 然後我們會辦一個展覽 一直到六四 那明天下午五兩點之後 五兩點會有看覆的紀念會 然後之後就會開始到六四左右 然後當然一如往常的 六月四號的晚上在這個廣場 就是華人陸春跟所有在台灣的這個NGO 也都會一起舉辦六四的紀念王會 那也是非常歡迎大家參加 然後這邊有庫卡 庫卡他們沒有所有的資訊 我們之後還會有其他的講座之類的 就歡迎大家繼續追走 好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到這裡為止 然後可不可以給今天的主獎者彈彪 然後給那個吳家蓁給李鵬軒一個掌聲 謝謝 谢谢大家